大日本皇军 都有谁 伺候过大日本皇军的 自己摘出来 太 太君 我们这儿来的都是爷 何况你们这些太君呢 我们这里的姑娘 哪敢杀人哪 有多少帝国的勇士被毒杀了 十三个 军国有句古话叫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不用啊 不 莫国娘 还有谁伺候过大日本皇军的 你 你 你 我 如果凶手不出来 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我们不想这样 我倒是五个手 如果是完 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那 想一个可能就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五 四 三 二 住手 我二姐 我二姐 二姐 二姐 是我下的毒 告诉我 谁指使你的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 我有必要跟你接手一下 这叫板烧 看到了吗 这个铁板 一会儿会越来越烫 等一下 我们会把你的衣服拔光 整个人放到上面去 可惜你这娇润的肌肤 会慢慢地靠手 然后 你身上还会 冒出油来 我说非常老弟啊 你倒真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呀 有话就说 有啤酒放 被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姑娘 真是令人敬佩呀 一个弱女子 竟然给日本人的酒礼 下了慢性毒药 这招不会是你教的吧 你说什么呢 那姑娘正在受着大刑 我看保不准呢 会把你给供出来 我跌下来 姑娘 再不说 我可不客气了 谁指使你干的 滕桑 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这个女人一孙 饶了她 她堵死了我们的二本皇军 十三个高级军官 饶了她 为什么 这个女人 她曾经侍奉过我 想不到你对一个妓女 有所动情 人子 我们做大事情的人 不能儿女情长 这可不像你呀 人爷 人爷救我 人爷救救我 救我人爷 救我 你太不像大和民族的后裔了 我是中国人 当然想不到日本去 你是日本人 还是先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三十年前 孙中山和宋教人 被蜻蜓追杀 流亡覆散 任海龙 是两位先生的贴身保镖 当时我和一位 叫做幕户雄一的人 是黑龙会骨干成员 协助任海龙 保护两位先生 现在战争爆发 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大佐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慢着 令人遗憾的是 幕户雄一被蜻蜓收买 要杀两位先生 可动手的时候却失败了 本来这也是 他咎由自取 可他的家人 也受到了诛杀 您跟我说这些 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杀了幕户一家的人 却把幕户唯一的幼子 带到了中国抚养 你什么意思 你说的那个幼子 难道是我 没错 就是你 杀你全家的 就是那个 你叫了三十多年爹的 任海龙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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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撒谎 我随时可以跟你去找任海龙对质 刚见到你时我也没有多想 后来 我得知你的年龄 推算出你出生的时候 任海龙已经在日本滞留了三年 当时我便觉得 其中有些蹊跷 后来 我试探过任海龙 他虽然矢口否认 却显然心里有鬼 他不肯 在这阵时辰跟我探讨 这就更加坐实了 我的怀疑 当你跟我合作之前 我更希望得到的还是他 毕竟 我们有过往的交情 而且也都是习武之人 那种下三浪的伎俩 都是我们所不齿的 我秋山和服 在任海龙眼里 虽然是他增合的侵略者 可这 都是我的身份使然 梁国交斩各位其主 不知道 我说的这些 你听懂了吗 你的意思是 难道我的亲生父亲 是慕护雄医 当年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 确实是这样 就人格而言 我一直坐进任海龙 我不想输给他 更不想 让他在心底 轻慢了我 说实话 如果任海龙 真的投靠了我 做了中国人 所说的罕奸 我虽然会很高兴 不过我再也不会 钦佩他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 他策动杀死了 日本天皇的特使 你是不会把他的底牌 翻出来给你看的 他养了我三十年 我会跟他把这笔账算清楚 你跟我说这些 是想让我杀了他吗 不光要杀了他 还要杀了你那个妹妹 就是你的妹妹 把消息告诉了任海龙 我跟任海龙的恩远 我自己会跟他算 但是你不能动秦新兰 你不做 我找别人去做就好了 不 不可以 你不能动秦新兰 你太多情了人非常 女人会击败住你的手脚 你不能动秦新兰 你不能动秦新兰 别杀他 二爹说 这些草药可以去湿 让你每天都喝点 帮我谢谢前辈啊 秋山和夫总去骚扰他 他还记够心烦的 他还能记挂着我 高大哥 你找到我哥了吗 我劝你别想他了 我劝你别想他了 带走 任飞肠 吓得去手吗 毕尚 我 能不能动秦新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业掌 你想干什么 我的亲爹是谁 我亲爹是谁 你活这么大 管谁叫爹都不知道吗 我爹是不是慕虎雄医 我爹是不是慕虎雄医 求神何夫和你说什么了 我问你我爹是不是慕虎雄医 没错 你的亲爹是叫慕虎雄医 人也是我杀的 因为他背叛了中山先生 我不能不杀 不得不杀 杀了他 我不后悔 '我爹是谁 是谁 我是日本人 你可恕虎雄医 我是日本人 什么事啊 我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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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全家 为什么 我 这是命令 好 好 你养育了我这个人 啊 看在你养育我的份上 我留你一个全尸 不让你滴一滴血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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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二爹 二爹 我梦见哥哥了 李春 二爹 二爹 李春 李春 二爹 想歇一会儿 你走 你赶紧走 我 我 二爹 二爹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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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回来了 怎么样 他死了 人死啊 走在这一步 你不要怪自你的义子 他也是在替父报仇 是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他 是你 立川 任爷 任爷 没有 好 我是任飞肠 飞肠 飞肠你快回来吧 任也没了 你快点回来吧 哥哥回来啊 不让他一会就回来 娘 下午哥哥和二爹吵架了 你是说飞肠下午回来了 我不见哥哥回来了 娘 娘 我刚闻到他的味道了 别小胡说 娘 娘 我没有胡说 我说的是真的 不是 春儿啊 娘告诉你啊 刚才这话呀 你不能乱说呀 听见没有 我真的没有乱说啊 娘 梦话不能拦讲啊 你听娘的 这话你跟谁也不能说 记住了吧 娘 记住了啊 二爹 你愿意 太爹 爹 太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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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秋山和夫杀的二爹 我一定要为二爹报仇 新兰 不可能是秋山 我下午一直跟他在一起 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 他没有机会下手 秋山和夫 在很短的时间里 为什么就没有机会下手 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 你为什么就确定 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呢 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下午还碰到了满忧 满忧可以证明 你碰到了满忧 什么时间 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高达克说得对 如果秋山和夫没有时间的话 他就不会拍手下的爪牙动手吗 不可能 我一定会查出真正的凶手 好 我觉得 前辈的死跟日本人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前辈的突然离世 对我们获取日本的军事机密来说 是个很大的损失 是 川儿 吃吧 娘 娘 我要去跟哥哥姐姐一块儿吃 去什么去 不准去 就在这儿吃 我就要去 我就要去 你干什么 不准去就在这儿吃 赶紧吃 我就要去 我要去 我要去 行了行了 我去 赶紧吃吧 快点 我要哥哥跟姐姐一块儿吃 我去 喜岚 你拿枪干什么 迟到他乱 二天没了 我拿他放肾 我拿他放肾 爹走了 现在这个家 早已经不是这个家了 二爹在天上看着呢 喝点水吧 苦了半天了 离春呢 他在误呢 非诚啊 南爹 现在不在了 这个家 就得你来当了 过两天 我就带着李淬儿回捞架了 不行 虽然爹不在了 药铺不能关 药铺以后还指望你和新兰照看呢 是 那再说吧 啊 你 任嗓 风光一圣 英雄一世 一路走好 不 不 不 武士尔 解癌 保重 齐小姐 解癌是病 巴西东 杏兰 放开我 杏兰你干什么 冷静点 放开我 干什么 别冲走 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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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少是我朋友 我不想在灵堂里 闹出人命来 非查 打扰了 杏兰 你干什么 胡闹 站住 你要去哪儿 我枪里的子弹 是你推出来的吧 没错 爹不是他杀的 你要是敢跟秋山和服 踏出这个家半步 我就杀了你 这个家早就不属于我了 仁海龙是你的二爹 不是我的爹 杏兰 任非诚 回跟我们回去吧 这里就不是他的家了 杜忠 任非诚 你干吗去 跟我进去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任非诚 你干吗 那个人是谁 高天行 高天行 你刚才应该杀了他 我不想再杀了 我不想再杀人 因为他是你兄弟 可你连自己的义父都杀了 什么 冷静一点 不要冲动 高天行 一定要出道 你是最了解他的人 不是我 最了解他的人不是我 那是谁 周始能 周始能 对 他曾经是他的手下 难道周始能没有同你谈起过他吗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不管怎么样 人非诚不该跟丘山和夫走到一块 我不会让前辈就这么死掉的 任前辈英雄一世 我们不能让他死得这么不明不败 我不受人凶手 我是不为人 他没想到你 人的照片 是不可 是不可 他没想到你 他就会让他死定了 我 他不想到你 准备你 他不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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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不想到你 是什么人那么狠毒 趁前辈午睡的时候下手 既然知道前辈午睡的时间 那肯定就是一个 对这儿熟悉的人 昨天下午家里 就没有别人了吗 我问过了 就前辈一个人 新兰跟别人送药去了 郑审带着立春出去买菜了 你确定吗 应该没有错 我不知道非常 以前跟前辈 发生过什么事 以至于今天下午 他连爹都不认 到底是为什么 非常跟我说了 在前辈出事的下午 他去找过满忧 他到底去没去 我得去问问满忧 大上海真是个出人物的地方啊 只要是个人物 就会让秋山先生喜忧参半 就算这话是怎么讲 若能为秋山先生所用 则为喜 若是与秋山先生为敌 则为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秋山先生所说的这个人物 必定是让您感到头疼的人 你这样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个人物 秋山先生还不知道 能否为己所用 一点不错 难道周桑就不想知道 这个人是谁吗 在秋山先生手下服务 我只问该知的 不问未知的 该知的事情 我想秋山先生一定会告诉我 这个人说起来 对大日本帝国相当的重要 可是你却搪塞我 并不透露半点实情 大左阁下问的是高天行吧 看来你是先知先觉啊 我想问问 秋山先生对高天行的态度 是用还是杀 我想秋山阁下的心理 一定是倾向于杀 因为你不知道高天行这个人物 能否为你所用 对他没有信心只能杀 但我不同 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 这也是之前 我没有告诉您事情的原因 一句话 我需要时机 那现在时机到了吗 既然大左阁下问起 那时机只能是到了 好的周三 你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我希望高天行 能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所用 所以拜托了 是能定当尽力而为 慢走啊 谢谢 李春 李春 老师问你 昨天下午你在家里面吗 李春啊 你费心了啊 李春啊 你费心了啊 李春啊 记住了啊 昨天的事谁也不许说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告诉你不能说就不能说 听见没有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你说你这孩子 好了 先回屋儿 二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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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二爹 你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二爹 初儿啊 慢点啊 慢慢走 你可惜 来 来 来 我背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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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 自己走啊 娘 我不要 没事没事 咱自己走啊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一会儿就到了啊 我 我不要 我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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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 快回来 我不要走 爹 高大哥 满游小姐 你怎么来了 有点事情 现在方便吗 好 那进屋说吧 好 任前辈死了 什么 任叔叔死了 已经送走了 谁干的 是不是日本人啊 现在是谁干的还不清楚 但肯定跟日本人有关系 高大哥 对不起 我替日本人跟你道歉 这是跟你没关系 愿有头债有主 我一定会把那个凶手给找到 任叔叔 是一个多好的人呢 是他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 他怎么就死了呢 最近 非常有来找过你吗 没有 我一直都躲着他 那 这几天你们都没见过 见倒是见过 好像是 前天 对 前天下午我们见过一面 这几天 高大哥 你不会怀疑是肥肠干的吧 不会的 肥肠再怎么怀疑 没有坏到这种地步 更何况 任叔叔是他的父亲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前面现在不在了 臣所需要一个人长家 也不知道肥肠是怎么想的 真没想到 肥肠会走到这一步